烟鸭鸡之所以如此豪横 目中无人 就是因为人家不管是谁前来挑衅 他都能轻轻松松教你做一个弟弟 威力宛如爆表般的存在 所以你说烟鸭鸡牛不牛 豪横不好横 可在这一年来 无论是啥都会有一个自己天生的对手 因此这世间其实没有所谓的强者 所以让人十分好奇的是 这烟鸭鸡的天敌到底是何方神圣 对此疑问同样深感好奇的小老外 也做了许多测试 那把一卷细波值搓在一起 再将其锤打成一个方块 随后再放在一百吨的压机下 启动开关 烟鸭鸡一点面子都不留 直接把它给压成了一个饼饼 再竖着来一下 锡波值都面目全非了 哎呦 这么傲娇 于是转头小老外 就把小熊软糖放在烟鸭鸡下 抱着最后一次希望 启动开关 烟鸭鸡朝着大号软糖过去 猛的一压 烟鸭鸡似乎将软糖压扁了 正当烟鸡准备原路返回时 那只下一秒尴尬了 烟鸭鸡被软糖给牢牢吸附住了 用锤子一顿猛砸后才拔出来 这时再看 软糖一点事也没有 我了个去 没想到能够让烟鸡如此打脸的 居然是一个普通的软糖 哈哈 这下烟鸭鸡还敢号称战物不胜 视频素材来以网络 我们下期再见